小火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Nadi 繼上一次的海底撈小火鍋 這次我要來試喝 就是現在網路上還蠻紅的 這幾款飲料吧 有奶茶水啊 還有一些 不同口味的 碳酸飲料 應該Lawson什麼全家應該都可以買得到 那好的 我就不確定 所以你們可以去找找 那如果是台灣朋友可能就要上網去搜搜看 看網上會不會有人 賣或是要找代購買 因為有些是日本的這樣子 這次呢我想要先從 就是透明的開始 那它這個呢是 三德利透明奶茶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喝真的很甜的東西 但是午後的奶茶 其實算是我偶爾 還蠻喜歡喝的 因為我覺得尤其是它那個茶味兩倍的系列 我就很喜歡 但是呢偶爾喝就覺得還是很甜 那聽說這一個水 就是它雖然是水 但是它其實喝起來會有那個奶茶的味道 所以我就覺得還蠻好奇 所以我想要先來喝喝看 然後因為我現在 這種感冒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我不知道我聞不聞得出來 我先把我的鼻涕 好 喔 它有一種很清香的那種茶味 真的是你聞得出來 你還感受不到那個奶茶的味道 但是你一第一口下去 你會覺得很像小時候喝那種感冒糖漿 但是沒有這麼濃 沒有這麼甜膩的感覺 但真的很像 喝很多口以後 你真的會喝到是那個午後奶茶的味道 就是它是沒有茶 就是那茶味沒有這麼重 然後也沒有這麼甜膩 它喝下去真的有一種 就到你的這邊 會有一種涼涼那種舒暢的感覺 對我來講說還是有一點甜欸 但是它真的有那種茶很香 然後你第一口喝下去 你可能還感受不到 但是當你慢慢多喝幾口以後 那個茶香可能會在你嘴巴裡面爆開 啪這樣子 我覺得說難喝也不到難喝 但是說好喝呢 我覺得也不到超好喝啦 很喜歡喝午後的奶茶 但如果你很怕常常喝那個太甜的話 我覺得這個你出病 你可以當作偶爾嘗鮮 再來呢 我就要來喝這一個雪碧 其實雪碧也算是我 不太常喝的飲料 因為我真的很愛可樂 我就是一個從小到大都只喝可樂的人 它這個是零脂肪的 就是它號稱說 你知道都是號稱 就是你很喜歡喝碳酸飲料的人 但是因為你碳酸飲料喝酒 你很容易就會變胖嘛 所以它是號稱說 你喝了不會胖的碳酸飲料 就是這個成分表裡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卡路里的 我覺得怎麼可能 因為它裡面還是有加一些蔗糖什麼的 我先來聞聞看味道 喔 比賽成這樣到底是我的 聞什麼鬼 欸 聞起來就是雪碧的味道耶 像可口可樂的Dia Coke 跟一般的Coke 就是一般的可樂 正常的可樂筆 它聞起來還是會有一點點不同 欸 但是雪碧聞起來還是一樣的 我來喝喝看 看味道一不一樣 然後它也是這種完全透明 就是跟一般雪碧一樣的 呃 這款雪碧跟Dia Coke 會有一樣的問題 你的嘴巴會有一種回甘的感覺 那個就是我最不喜歡的味道 第一口喝下去 是完全跟一般的雪碧 是一樣的味道的 我覺得 那甜度感覺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而且檸檬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也是很像 慢慢吞下去後 感覺它剩餘的那個味道 跟糖都是黏在你的舌胎上面 的那種回甘的感覺 好吧 我覺得這可能這種 真的是對你想要減肥的人 那跟我一樣很喜歡喝汽水的話 偶爾嘗鮮 然後過過乾淫 呃 再來呢我們來喝這個 呃 其實我已經都可以想像的到了 這個呢 一樣是可口可樂 但是它其實跟 一般的Dia Coke 是不一樣的 它是號稱零脂肪的 算是減肥可樂 可樂的這個零脂肪的 它裡面有加阿斯巴甜 比正常的甜的糖都還不好 我要來喝喝看 看它是不是跟 Dia Coke一樣 會有那種 我很不喜歡回甘的感覺 等一下我真的要 我要來吸一下我的鼻涕 喔然後阿我想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嘴巴的這個唇彩 它是泰國 Oriental Princess的 它超級持久 而且阿我剛喝這麼多飲料對不對 它都還在 而且因為我已經 嗯 用了它好幾好幾次 我好多顏色 然後它真的是一整天都會超持久的那種 而且它不太會沾黏在杯子上 所以我覺得還蠻厲害 而且它是那種霧面唇彩有沒有 但是它不會超級乾 它是那種很絲絨的質地 先來聞聞味道 它聞起來呢 跟Dia Coke 我覺得它的那個甜味沒有這麼重 嗯 我覺得它比正常那種Dia Coke 好喝非常多 就是它那個回甘的味道不會這麼的重 反而它回甘的味道沒有血必重耶 欸這個意外的 我覺得還蠻像正常的可樂耶 Dia Coke 跟這種零脂肪的可樂比阿 我覺得我反而會比較喜歡喝零脂肪的可樂耶 喝下去我覺得還算順口順暢 它的氣泡感就是很像是打開過汽水 然後對著空氣放大概十分鐘的那種 五微中度氣泡感 就是它氣泡感不是超級超級多 不會讓你喝完會感覺 啊這樣子大魔王來了 就是這個 其實呢我從小到大都非常討厭喝百式可樂 我真的從小到大都是可口可樂的愛用者 我就是以前 只要去 去拉斯維加斯 我都會去那可樂的工廠裡面 然後去把所有各地的可樂都喝變 養成我一種才華跟一種技能 就是只要不是可樂的話 我就會馬上喝得出來 去吃飯 哪裡吃飯 我一定會先 第一我不會先 我菜單絕不會先看裡面那個菜有沒有 我先翻到 翻到後面飲料的地方 看它到底是白式可樂還是可口可樂 如果它是白式可樂我就會覺得 有點失望 但如果是可口可樂我就會很開心 那現在我就要來喝這個 那這個的話好像是印尼那邊的限定口味 然後呢它是藍色的白式可樂 聽說呢它裡面是加了 不知道是哪一種 那種莓果吧 然後是印尼那邊特產的 我是覺得還蠻漂亮的啦 但不知道喝起來怎麼樣 因為我一直覺得 正常的白式可樂都會比較甜 可樂甜很多 從小到大都不喜歡喝水 但是呢我現在老了我發現說 我也很怕的糖尿病 因為其實我喝可樂真的喝得非常非常兇 我一天大概可以喝 至少可以喝三瓶吧 但是那種鋁罐的那種 小時候喝更多 然後是去哪裡都要喝可樂那種 而且我最喜歡喝的就是麥當勞的可樂 因為我覺得麥當勞的可樂他們 調出來那個比例啊 氣泡感跟甜味糖度 都是比正常一開罐的好喝很多 而且我之前有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的確他們可口可樂公司 他們對一大桶的那種他們調配的比例 是會有比跟一般我們一開罐開的那個 還是有一點差別 一樣我要來先聞味道 嗯? 它不是那種很甜膩的味道 但是呢聞起來是有一種清香味 也不到像是那種莓果的味道 我覺得聞起來有點像那種梨子耶 梨子的那種清香味 或是梨子的清香味 卡洛里算是蠻低的 就是一百九十 跟一般的可樂比的話 其實它卡洛里也算是低 喔! 我覺得這更像是感冒糖漿耶 我不知道它是原本就是 比較沒有什麼氣泡 還是說我買了這一家 是放太久還是怎樣 就它完全沒有氣泡感 但是呢那個甜味跟那感冒糖漿的那種口感 那種香味啊 是比剛剛這兩款都還重而已 它不是會回甘的那種 就是你嘴巴喝完會有點 很像你吃完中藥那種感覺 完了我會被擺飾可樂場上打呀 但是我沒想到它聞起來很清淡 但是它喝起來這麼濃郁 今天喝這些這麼多飲料啊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 真的一要選了 我覺得還是可口可樂這個零脂肪的碳酸飲料耶 因為我覺得它 比例起來我覺得沒有像 沒有我想像中這麼難喝 然後再來的話我覺得我會翻給這個 就是三得利的這個飲料 透明奶茶 所以啦這些飲料呢 我覺得如果你是很喜歡喝 汽水或是這種很特殊飲料的人 我覺得你都可以買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現在飲料也越做越多了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喝過什麼 還不錯的飲料的話 你都可以推薦給我 然後 我真的是超級超級愛可樂的 我生命中真的不能沒有可樂 但是我為了我的身體呢 我最近也是要開始減少喝可樂這件事情 然後希望到時候可以把它戒掉 就已經上癮了 你就會很難解掉 因為可樂真的是我的精神糧食 這個背景啊 因為我之後要搬家了 所以呢 這個背景應該是會出現最後一次了 然後之後搬家 就會有一個全新的背景 等我拍完 就是搬完弄好以後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家裡 新家是長什麼樣子的 好啦那就是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囉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trees 2 2 1 3 3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